大胆的颜色就是这个Ming Green 从来没有试过这个颜色啊 厂家从来没有做过这个这样子的Ming Green 再来就是这个Coffee Color 加我身上这个Pinky Red 因为它有点粉红粉红这样子 它是比较暗的那一个 可是带一点红色带一点粉的那个元素 所以我把它放成Pinky Red 它的所有的印花都是黑色的印花 三个色的印花都是属于黑色的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游上晚下 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的 这个款式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游上晚下 为什么说它做了新年的那个旗袍的元素呢 一样是这样子Ming Green Color 然后这样子破线 只是它没有添加那个麻牛款 相比我们星期二那个是Flare的 星期二那个Flare就是 就是一半上半身是印花 下半身是Flare 这个就整件是这样子Print的 然后下白 小A 下白是属于小A的裁剪啊 不是不是这样子包囤的 它是属于小A 我一样这个 这个款式三个是我的 是穿得到S的就对了 有口袋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 只要找一个A-Line的新年款式 这个款式可以带走 我们这些是包囤 或者是Flare 所以说A的其实也没有几期有这样子的款式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是A-Line的款式 我觉得很Cuffly色 这个款式啊 我是穿着L 如果跟我的尺寸下单 需要带走L 那么我穿着L 腰跟上尾都是有空间的啦 然后这个卡中间 我建议你们拿大不要拿小 不要超过啦 毕竟它的弹力不多 它弹力就是一点点 放了微弹 所以说卡中间码的这个卡码呢 你们要拿大不要拿小 所以我穿上位96是还有空间 然后腰为这边80一样 就是还有空间的 我是穿着L 那么我跟主播穿起来 毕竟是我是穿着L3 所以臀部这边呢 它的那个就是说 它会不会比较偏向一个小flare的那个裁件 OK 毕竟是穿着L3的关系 所以说整体我的身高160穿起来长度 一样是乞丐以下的长度 不会太短 OK 如果我是说这样子可能就觉得没有这么大气 这个长度基本上 比起乞丐以上的那个长度来都会比较大气 其他三个颜色我都需要穿L size 这个款式 这个算是中长啦 OK 因为它没有像我们之前那些Belonnie的 对对对 这个是稍微一点点Belonnie而已 OK 来 我换了咖啡色 这个这个色呢是比较冷色系 应该这么说 咖啡色的有部分是Laser 我身上现在穿的这个是咖啡色 衣领呢 就是像刚才讲的 它就是做了Mandering collar 然后这样子破开来 它没有添加 马牛下白是属于小A的那个裁件 所以 如果那些想要穿这样子 比较包臀的 可是又不想太包的 这个很适合 因为毕竟它是要hip这个partner 它是属于小A的那个裁件 坐下去的时候也比较舒服 因为你会觉得臀部那边包到紧紧 OK 拉链在后面留上碗下拉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 这一件是需要穿L size 我一样是穿得到S 有口袋 OK 如果那些想要带走上班穿 新年的时候上班穿 我身上这个颜色非常适合 OK 因为这样比青和红 红还是可以啦 Pinky Red 还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 对可以啊 青色就会有一点比较 烙 烙 会啊 我们这些生命 它是你非常亮的浅金色 咖啡色就是比较冷色系 然后也没有这么特殊的 上班那些公司只允许你穿比较顺的颜色 比较稳重的感觉 对啦 比较稳重的感觉 我身上的咖啡色 我就换这个前所未有的颜色 这个Mingreen 厂家第一次用这样子的颜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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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最近有谁啊 因为很常年尾的时候 很多需要找那些公司 可能每个公司的主题 可能上海 这个上海汤的主题啊 不要orienter的啊 还是就是那种这样子的主题啊 这个款式非常适合 ok 因为基本上很多时候啊 都是年尾的那些party啊 都是这样有个主题 然后你就需要穿回那个主题的衣服 来我身上这一个mingguine 它是比较浅的那个mingguine 应该不是比较浅 应该说浅得来比较亮的那个mingguine就对了 因为之前有很多mingguine是比较soft的 这个是比较亮 整体穿起来这个颜色是非常显白的颜色就对了 ok 我身上的mingguine 三个色啊 如果讲新年来的话 这个啦 pinky red pinky red 想要买的时候这上班新年餐 这个咖啡色会比较适合 就是比较端装的颜色 你要比较outstanding的颜色就用我身上这个mingguine 新年的款式 可是它就是衣领那边 只是衣领微微做了这个mingguine color 然后还有这边破线的款式 下摆是属于小A的裁剪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啊需要穿L3 因为cutting比较小 比较微弹啊 对啦加上面料是微弹 三个色所有的印花的颜色都是黑色 最小的吗 是从M开始最大是去到XL 拉链是在后面游上往下啦 ok 新年款的话这一期上裙子连身裙就只有这一个款啦 就只有这一个款 然后jumpsuit就是刚才我们一开播的那个款式 ok 今天的第二个款式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嗯 下一个款式是 真质面料的连身裙 主播穿S啦 跟主播的尺寸 下单主播是穿着S 助理啊 我是助理 我穿S就对了 ok 所以说如果这个款式 你跟我的size 下单主要L size 我穿着L4还有空间 下围跟腰围都有空间啊 这个我是穿着L size的 也是属于一个纯性的print啊 之前是完全没有挂啊 这个 一挂你的是粉 Pinky Red XS 对不起